首先感谢你们大家 临时通知今天早晨老师发疯 然后给了你们一个通知 这种参加通知 结果还有这么多人在现场 那么来用户道场 还有你们这些网上的大众 在网上聆听来用户道场 这个本来还有更多的人来 但是因为明天的法会准备工作 还没完全就绪 所以是还有好几十个义工 他们也在网上聆听 在为了这个法会圆满 然后再做六祖会能 再做鼓励 给他们一个掌声 感谢他们为众生为大道奉献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 是临时增加的一堂课程 因为明天我们就是下关大地 下园水关大地的圣诞 所以是关了一下法界 就是如果不给大家上今天这堂课 明天基本上大家都是在那演戏 如果这一演戏 我们这么殊胜的一个 封经颂咒的一个 殊胜的大道仪轨 就会变成现代演员演戏的 这样的一个儿戏了 那就不可以利益你们这些诚心的大众 也不可以利益乐人天 利益乐六道众生 所以是今天大概凌晨五点多钟 我就被这个神明吵起来了 说起来起来 干什么 让我把这个封经 这个颂咒的十大法诀传授给你们 这也是你们的福报 掌声一下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给大家开始 关于这个道教 今天叫道教 这个实际上道教是关于道的教育 那么我们称为道家科教 科是科学的科 教是教育的教 科不是科学 这个道家科教 它不是这个科学的科 它是指的分科 你这个有数学 有物理 有化学 这个叫分科教育 分科教育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们的根基不同 你是适合做工程师的 那就重点培养你做工程师吧 你是可以做IT人员的 那就培养你做IT 你是一个会计人员 就培养你会计科 所以这个分科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应激教育 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机缘 你适合什么样的教育 那么就给你什么样的教育 所以是这个科 科教 不要说科学教育 不是这个概念 是分科教育 那么这个才叫道教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是讲什么 就是封诵 就是封就是封经 诵是诵咒 封诵科的这个教学 所以是今天 这个咱们南洋的华人呢 一问你什么宗教 大家都经常说 我不知道 我是拜神的 是拜神的 为什么拜神 求保佑咯 就把这个神明呢 都当成保镖 就是你很有钱 家里请了一个私人保镖 来保护你 来这个看着你不被别人伤害 所以是这样呢 就失去了 这个道家 这个科教的真正的目的 但是这不能怪你们 因为这个是这种教育 然后失传 失传 所以是今天大家在网上也好 在这个 这个现场参与也好 大家都觉得没意思 为什么去听人家在那唱颂 自己也不会 也不知道他们唱了什么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参与进去 所以只是好像去看了一场戏 结果那个戏还不精彩 因为不懂 对不对 戏们搞的什么东西不懂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今天我们关于道德教学的一个失败 那么尤其今天的人 相信现代科学 不相信圣贤教育 所以把这个圣贤教育的 这个超越科学的技术和手段都丢失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宫官 这个宫是皇宫的宫 宫是宫师音的宫 他们这个道场里有分这个宫的 就宫殿的宫 有这个道官 分官的叫道宫 道官 那么我们这个称为庙 那么不叫寺院 佛门的称为寺院 庙这个层次 还有土地庙 也是庙 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 在道学教育的 它叫宫和官 宫是宫殿 宫是什么 宫是里面暗藏着修炼的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北京有白云官 有这个归宁官 有这个归原官 你像我们这个师父 熊教授所在的武汉 他就有个很著名的传统道官 叫什么 叫归原 归是回归 原是原始 归原官 归原官 那么这些公关的地方呢 都是教育学院 今天来讲叫教育学院 那么是进行教育的 但是今天 这个大家都变成了 这个失去了这个教育的作用 那么很多按传统在做仪轨的呢 变成演戏的比较多 什么叫演戏的 就是你在请三清圣主 三清圣主来了没有 你请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来了没有 你请这个 所有的龙天护法 龙天护法来了没有 你请地神 地神来了没有 如果没请动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演戏 舞台上一群人穿着袍子 接了光了 接了光了 再演 演戏 演了半天怎么样 没请到神 没请到神 这不就失去了他真实的这个作用 所以就不灵 这一不灵以后 大家来的就少了 我来这消灾 免难 结果灾难没有消 我这来祈福 发愿 求什么东西 没求到 所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演戏的 这个宗教 然后变成了 大家就不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理清楚 把这个祖根文化这个部分 这个道统 道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传承 这个距今大概有八千年的历史 那么它源自福西式的异道文化 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 也就是道统 就是回归道 返还道的教育 这是道统的教育 统是正统 所以这个它了不起在于 它在这个人际延续了八千年 大家对佛教比较了解 但是这个佛教呢 最近才两千五百年 但是我们作为华人的祖根 道统之根 是从福西一阴一阳为之道 这个来自八千年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天经常讲道力多少年 今天道力大概四千多年 它是从道统的传承人 黄帝开始计算 黄 黄帝是黄颜色的黄 那么黄帝 我们叫炎黄子孙 我们黄帝离今 离今 今天大概快五千年了 从黄帝的第一个甲子 这个我们的甘肢纪年 也是起源于黄帝 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个纪年 即月即日即时 因为山中五甲子 皇帝之前的人类 几乎追求的都是逍遥 能够在虚空中不云的这种神仙生活 所以他们对物质的追求 根本就没有今天人这种疯狂 山中五甲子 不需要纪年 为什么要纪年 如果不纪年 我永远是baby 我永远年轻 纪年过一个生日 我老一年 离死就不远了 对不对 所以以前没有纪年 那么在皇帝开始 皇帝第一个甲子 开始纪年 开始这个甲子日 甲子年 甲子月 甲子日 甲子时 这是从皇帝历 甘肢纪年开始 那么距今快五千年了 皇帝的师父叫广成子 他有很多师父 但是广成子 这个皇帝问道于广成子 这个是在历史有记载的 广成子 皇帝在问道广成子的时候 广成子已经多大岁数了 你们读过皇帝内经的知道 千二百岁 就是一千二百岁了 天哪 什么概念 广成子活到千二百岁 这是什么 道已经 他跟道已经合真 已经永生 肉体成真 肉身成真 所以是皇帝推行的文化 是什么文化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像广成子这个师尊一样 能够成真 获得永生的这种道法 所以是我们公认 皇帝在复兮之后的 两千五百年 皇帝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传人 从皇帝以下呢 很多传人 包括姚顺玉啊 这些 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些 这个历史上成真的 这种修真者 那么成就的很多 可以说无数说不清楚 在传两千五百年 有一个重要的传承人 大家都熟悉 这个就是老子 这个黎尔 历史人物 黎尔 号老子 那么作为道的传承 作为道的传承 那么作为这个时期 佛教还没有进入中国 所以为什么说道统 道家 关于这个道的教育的这个 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教育 因为就在这里 他的传承 这个为什么你们听说老师要讲 今天这堂课 都纷纷上网听 来到现场来拥护 实际上这是你们 在这个人际 八千年以来 你们天天在寻找的东西 日日在寻找的东西 你们内心的那个灵魂 灵魂不灭 灵魂 每生每世转世 就要找到今天要讲的东西 那时候法界欢喜 众生欢喜 然后很多人放下 自己既定的这些 这个预约什么的 来听今天这堂课 那么给你们这些 几千年还在寻找 道的这个灵魂 一个掌声 了不起的道家 我们从几个题目 来完成今天的这个讲座 道家是一门 比现代科学 更高级的技术 和方法的一个 传承世家 什么叫世家 就是世世代代 你们都要奉行的 奉行的 那么去实践里面的 技术和方法 用这种超越科学的手段 去对宇宙的真实相 生命的真实相进行探讨的 就叫道士 也就是说 在座的各位 你们来听今天这堂课 你们都是道士 道是道德的道 士是战士的事 道士要干什么 就是要解决自己怎么 反本还原的问题 要明白我原本是谁 我怎么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我怎么回去 我原本的本来面目 叫反本归原 道在这个人籍 有历史可以追溯的 有八千年的历史 刚才讲了 取缘自伏习史 这个皇帝 是在伏习后 两千五百年的代表人物 老子是又从皇帝 再过两千五百年的代表人物 也就是从老子到伏习史 道已经传承了五千年 五千年 那么现在又过了两千五百年 也就是这个时空点 大家要重视 就是从老子传承道 到今天又经过了一个两千五百年 那么代表人物将会是谁 告诉大家 现在是道士普传奇 普传奇意味着什么 就是大家人人可以成道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将会是在座的你们 因为借助高科技 借助这些师父们 从天 从高位空间 允许通过一个肉身师父 传承下来的东西 你们都将得到快捷 成道的方法 所以你们一旦开始成道 真正误导到成道之后 你们就是道统的传人 不是某一个人做代表的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现在到了普传奇 不是说再寻找一个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就是你自己 但是你能不能代表 所以是你要从悟导到成道 这么一个过程 前面是求道 求是拜求 到底什么是道啊 有没有人来教我啊 告诉我啊 求道 求道的过程中 要去掉障碍 所以你有一个修改自己的坏毛病 缺德的这种坏习惯的毛病 所以是你有个修道修改修改的这么一个过程 只有在修改中 克服自己业障的束缚 这个属于清新消业这个部分 那你才能真正修好自己的心 修心是什么 修到自己的空性光明心 这个要达到无我 真空妙有心 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是这个修心为上 你只有清理业障 他不障碍你了 不能大量障碍你 你才能真正修心成功 修心成功的人 你就得了空性证件了 得了空性证件 在空性无为中 无不为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修心 性就是什么 内身国的众神 这个熊老师讲过 就是性体 他们有身体 就是你的三丹田 元玉圣三神 让他修到三清 五脏神修到五成五真人 然后颅脑腔胸腔下腹腔 修成三八二十四真 然后修成自己的细胞里面的原本的本来无染的面貌 真的状态 每一个细胞都成真 然后你体内万神都朝礼于真 成为真 这就修心圆满了 这个修心的过程中 你除了内神之外 你需要外神的助力 内外一体 来帮助你内神成真 这是我们要请真降真的原因 就是我要请已经成真的圣者相助 还有诸天护法相助 然后包括佛家称之为的八部天重 天龙八部 众神明 这里面有大树神 风神 雨神 雷神 电神 等等 这些都是要来相助 相助 那么大家在修孔雀明王经的时候也知道 但是那个是泛音 泛语 什么意思 印度的发音 印度的这个语言 我们不能理解 但是修道 这个大家这个祖根文化 你用的是华文 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那个咒里面讲的什么你知道 那个经里面讲的什么你知道 这个心意下功夫 你既然是知道了你心意就好下功夫 你不知道有时候完全靠神 你后天的意识配合不上去 所以你们这个拜神一族的 就是既是今天归类的话 既是佛教徒又是什么道教徒 尤其从超越2500年 你是2500年之前的中国人的话 那你那个时候没有学过佛 所以你是道统传人 所以今天的道包容所有的宗教 因为他理解所有的东西万物 都是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其成之 是后来人给了他名字 名可名 非恒名 人给了他名字以后 他们执着那个名字 然后就出了很多古怪 这就是今天的乱象 只是爆炸以后更乱了 所以是实际上 你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 心邪道 天地只有本真 只有本来面目 那里面 那里面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里面会化现 种种 由心变现 由心化现 由心而造 就出来了种种的神明 种种的先佛 那么这些神明先佛成就了以后 他让你回归道 回归你的反本还原成 你的本尊 你成就了本尊以后 什么都没有 唯现于空 在空中可以因缘而生万法 叫空中妙有 所以大家不要着相 但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就信了邪道 什么是邪门外道 你这就入了邪门外道了 你执着 那个就是那个样子 真正的道统的教育 是让大家回归那个 原来的本来面目 宇宙的本来面目 什么都没有生成 之初的本来面目 生成之后 本真不坏的宇宙本体 虚空本体 未坏未动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本来面目 这要还原成 你自己不是这个东西 你这个肉身不是你 你长这个样子不是你 你是什么 你是不是不是个东西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那个 本来的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的一道灵 一道灵 所以我们叫玄灵 灵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 一点真灵光 真光成为灵光 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 光而不腰 你原本就是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入了畜生身 你有一个畜生的身体 这个东西入了人之身 你有个人的躯壳 这个东西入了恶鬼道 你有一个恶鬼道之身 你以身相求自己是什么 世人行邪道 所以你要去掉这个身见 去掉自己的知见 你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说修炼就是一个返还之道 返就是回去 还就是还你的本来面目 不是让你另外成为一个什么 那就是行邪道 而这是什么 这是修性这个部分 那你既修性 你的命是个气 如果成为金刚气 那没有这个金刚气 你只是灵光 你不能作用什么 你如果是个人 你就可以讲经说法 如果你是个天尊 你就能救苦救难 所以你要有一个不坏的金刚 这个气永远不毁坏 不破败 那你就可以在法界中 大显神通力 救度如母众生 这是修道 最后修了一个命身 金刚身不坏 这个重要 不是把这个肉身不坏 不要了 这是报身成就 这是三修 第一 你要这个清晰消夜 第二 你要修心 空性无我 进去无为法 第三 在无为法中 你的神 才可以 醒神 才可以把神 内神请出来 和外神 同频共振 然后最后 在内外神的帮助下 修命体 金刚不坏 不是执着这个肉体神 而是借肉体这个模子 做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 用这个模型 成就你的肉身不坏 三是二相好 八是随性好 这就是道的教育 关于这个三修一化 这样的一个教育 所以是我们修的什么 是凡本还原 原是什么 本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原是天尊 灵宝天尊 道德天尊 太上一气化三清 万气奔根 换句话说 原是天尊怎么生出来的 气化出来的 灵宝天尊怎么生出来的 气化出来的 那么道德天尊怎么出来 气化出来的 万气奔根 原是无 是净明法界 奔是什么 奔就是气 我们人身有三宝 乃是精气神 你不能离开这个去修炼 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还虚 还归于虚无的空性 明体 所以你懂的 这是叫反本还原 那么怎样返还 需要行神俱妙 怎么才能返回去 你能不能把这个肉身上的 这个有没有干净的部分留着 有染的部分留着 所以你必须把所有的染都还成净 你才能报神成就 所以是一定要炼报神成就 那就要行神俱妙 不是光是神妙 形体妖妙 由内神外神 外神同修共正方可 神反 先要神反归 先把自己的神反回去 归于无其大道 外神与内神在相邪 帮助入身炼反还 说是由有反归 由有反归于无 而圆满归道 获得肉身成就 而获得永生 这是我们修炼 修炼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去 成为本有的本尊 本有的本尊 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道德天尊 这都是气画出来的 万气本根 从无中画出的第一个本尊 本真 我们在道教中不叫本尊 叫本真 本来的真不假 本真就是原始天尊 那么这个原始天尊 那么又分神化气 比方说我们明天是三观大地的 这个下观大地的圣诞 下观大地哪里来 原始天尊 分神化气的 化出来的 那在化成三观大地的同时 灵宝尊有没有帮忙 这个道德天尊 神宝君有没有参与 这个所有的大地 这个天尊 化成的这些 他已救护天尊这些 他体内有没有精气神呢 都有精气神 所以是造就一个真正的 大地级的 或者众生 普通 普劳大众 都离不开什么 精气神 三宝君 三宝君 都离不开 三清 圣族 所以是 这个大家要懂的 那是不是就是让大家拜三清道祖 三清圣族呢 不是 他是你的母体 没有他 没有今天的你 所以原始天尊 他安居在你的卢岛墙 灵宝天尊安居在你的胸墙 道德天尊 神宝君安居在你的下腹墙 那么你要由自己的请真降真 能够请动三天尊来入体 帮助你的原神 玉神 圣神 原神居夏南田 玉神居胸墙 圣神居卢岛墙 把这三神化成三本尊 三本尊 成为三清圣族 你的神 变圣 返还成 祂的本尊 去染 还原 又是一个返还之道 又是一个返还之道 所以大家要懂的 那么神 先要返还 成本来 五个藏腑就像五个城池一样 五个城池里面 有阴阳神 五藏神 五藏神 这个修炼正果以后 成为五真人 五成 五真人 那么五真人就是五方佛 在佛教里面就是五方佛 这个话 这个名字不一样 事事是一样 所以你不可以着相 你不可以以相求我 不可以以阴生求我 以相求我 以阴生求我 是人行 学道 以十相求 就是静明光 静明的 静而没有染的 透明的红光 就是心的真人 心脏的心的真人 那么青色透明 就是这个肝的真人 等等五藏五真人 五城五真人 回到这个返环上面去 原本是真人 后来油染 沉降到六道里面了 失去他的本真 所以说还原本真 还原本真 这就都是返环之道 没有说你炼成了个什么 炼的目的就是去污染 还本真 还本静 就是返环之道 还提到一个返环之道 那么最后要将肉身 全部的每一个细胞 核里的东西都净化 DNA里的黑白无常都净化 然后变成每一个细胞都是真人 那就是整体成真了 你整个肉身成真了 成真了 这就是肉体成就了 肉体成就 肉体成就 可以有几种解脱方法 一种是带着肉飞升 这历史上有记载 一种是气形飞升 就是自己的本真 离开肉体 形体的这个躯壳不要了 有的是存行 就是留着肉身做菩萨 今天六祖会能等等这些大师 修炼到最后肉身不腐烂 不是食俗人的死 是等等这种解脱 很多种方法 有的师父画成一根拐杖 有的师父画成一个石头 他既然能够万化 万化 他画成什么存行走了都可以 有的留躯壳 有的不留躯壳 画成一道光红化 所以大家不要再把这些当成神话故事 而是你要做 你要做到这个 真正能做到这个样子 你才成真 所以我们懂得了不起的道家 原本不是宗教 原本不是宗教 因为远远超过宗教的起源 人类的宗教 大概始于 距禁两千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 释迦牟尼的教育 在两千五百年前 不是宗教 是关于 自己能够成佛 去染 返还自己的本尊 本来面目的教育 这个在五百年前 就是释迦牟尼 这个先世以后的五百年内 都是执行着这种教育 在他的这个 相法时期 开始要 讲宗教 就是你 你从哪儿学来的 我从佛那儿学来 我的宗 宗就是源头 追宗 认祖 祖宗是谁 我的源头是释迦牟尼 这个开始有宗教 这说 道的这个教育 在老子之前 都是不是宗教 都是道家 都是道统 都是正统 就是应该 正是指于一 应该去学习这种教育 成为宗教是汉朝时期 张道灵祖师 发现这个乱套了 把狐狸精也当大仙拜 把什么也当大仙拜 这个乱套了 所以是 他叫正义 出来正义教 正义教就是什么 我们认老子 为道的正统传人 宗他的学说 叫宗师 宗祖 祖术 从姚孙宇上去 到皇帝 祖术圣贤 张道灵祖师 创立五斗米教 是道教的原型 那么治理鬼神 就是你所有的 万神要朝礼 朝什么礼 就是朝真 万神你也是在求真 你要朝礼圣真 你不要装神弄鬼 祸害百姓 所以他是祭酒 就是来一统正统 什么叫正义 正统 就是正统 就是老子所教 所传之教育 所以这个时候叫宗祖 认祖归宗 所以我们是老子传承 所以道灵祖师 张道灵祖师 没有说他创立了宗教 而是大家要遵从 德道经 或者是道德经 老子的五千言 从这个地方 去正统天下 使万神朝礼 不要乱 不要做碎 那个时候在四川 这个邪灵 邪神作祟 弄得这个 一使人类 把这个人类都当成他的奴隶去 一使了 所以是孔子爷 大家感慨说 敬鬼神 请你远之 你不是不要敬鬼神 但是为什么要远之 因为你是尊贵的人 你要返本还言 你要返还本真 你的目的不是 教鬼知识 是你去做什么 而是你要 请万神朝礼于你的本真 拥护你的本真 让你成真 同时你也引导着 众神众鬼众生 去归真 就是在两千五百年 这个时空点上 圣贤认识到了 商汤文化中 商朝文化 夏朝文化开始 周朝文化 这个夏生周里面的 邪恶的东西 就是用活人祭祀 陪葬 为妇人陪葬 人跟人失去了平等 人跟人失去了尊严 宠鬼神为大 宠大巫 听大巫的 巫婆神汉出来作祟 这个挺大巫的 就是这个时期 这个宗教 道教的教育 开班 讲学 在各地 叫羊 就是一个 这个广子边 一个羊 叫羊 羊就是现在的学院 学校学院 在各地建立学院 学校 来教给大家 怎么正确的 祭祀鬼神 正确的 请真 降真之法 正确的 反本还原之法 引领着鬼神 和众生 一体 成人 就是众生 皆有 道性 都是道生 之 得序之 物行之 你应该 反本还原 归道 这是真正的 道统教育 叫正一教 正一教 那么后世 我们今天看到 还有一个叫 传真道的 这个张道林祖师的传承 是通过 这个张姓世家 也就是他培养自己的儿孙 来传道 传道 所以是这个张姓世家 从皇帝册封 第一代天使 第二代天使 第三代天使 那么 一直在清朝 都是由皇帝 钦定天使 就张道林 这个子子孙孙传下来 有很多姓章的 到底哪个是天使 那你要能够请真降真 你不是说是他的儿子 是他的孙子 你就可以 你能不能请真降真 并且真请下来了 那要应验的 那这个 天唠了 指雨 天汉了 求雨 求一个试试 指一个试试 能指 OK 能够请真降真 鬼神听命于你 这是大天使 就是不光是人间 这个人这样 膜拜你 是天上 玉皇大帝 册封肉身 注视的张天使 你要有请真 降真的本领 你要一试 鬼神的能力 而不是你听命于鬼神的 这种 在上天册封 他的神 成就了以后 被册封为天使 这是在张天使 以法脉中间 传承着 有天使道 又叫正一派 正一就是 引导着大家 回归正统 指于一 一就是什么 德 你由德归道 德是不是武德 是超越八德 天地人 三才之德 你都要超 回到纯德归道的 这叫正一 正统 大天使 他要引领 大众是这个 而不是 让大众迷信他 崇拜他 迷信鬼神 听命鬼神 这是邪魔外道 大家要重视 正一派 正统治 道统教育 它是让大家觉醒 你原本是道 生的 你是道种 你既然有种子 你就应该成道 长成道的样子 你不能是苹果种 苹果的种子 你非去长成个梨的样子 你既然是道生 你找到自己的道种 种性 你应该成道 这就是天使 天人尊 什么叫天使 就是天上 在上天 在六道 天界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都可以教化 在人间 他也可以教化 这个叫大天使 叫天人尊 所以大家要懂的 这是正一法脉 的传承 那么还有个全真道的传承 全真是什么 全真就是一点假都没有 一点假没有的全真 那就是得一归道 得一归道 那么正一派的这个道统里面 重视壤七法 封诵法 那么这个全真道的这个道统里面 重视金丹大道法 当年是正一派的重视 得一守一法的教育 就处处返还于真心 真心到位 真心在黄庭 就是得此一 万事彼 然后在黄庭中 来封诵经咒 封诵的时候 成真 什么意思 你请三清 三清圣祖就驾 本真就驾 三清本真就驾 你请太上圣祖 太上本真就驾 你请三观大地 三观大地本真就驾 这是正义 全真道 这个后期重视的是 金丹大道修法 这个修玉丹 玉业还丹 金丹还 金业还丹 这个资金大丹 单神化变 完成内三清的宠则 元玉圣三神 从三神和外天尊 外神明共修 然后使自己肉身成圣 正义派是 我先从一开始 既然我在黄庭 是本真 所以说我 期请本真先驾 就是外 由外入内修 全真道是 由内向外修 先修内在的元玉圣三神 先是自己的内三丹田 结丹 五藏结丹 结丹就是 大丹元成 就是光 凝聚成团 聚则成形 由光点成为光团 光弹化成光体 那么这个 由五藏神 慢慢内修 最后成就五真 这个 天真大道 正义大道 既然是 得一手一 他就 我不管 那你再乱七八糟 对不对 我直接 请真降真 由真入体 真一入体以后 假怎么样 就 化掉了 然后 就 反本还原 直接成真的 这就是 得一手一法 和全真道 修的 金南大道 的不同 不同 那么 正义派的修法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修法 就是什么 封经 送 全真道 还要 大作炼器 炼器 化光 你们修过 金南大道 你们很多 就是这么几年 跟我修 所以 你们知道老师 师父今天讲 你明白了 为什么要这样修 为什么要这样修 所以我们再把 最近反复的 把黄庭这个窍点给大家 从黄庭开始入手修 从 金南大道 内城 加上外旧 外面的先来 本真先来 直接把你化了 直接把你变了 而最后 内外一体 成真 所以是 这就是 无论是 金南大道的 全真道修法 还是 正义派的 得以守一法 修法 那么 我们在这 传承都完整了 都完整了 所以说 我们有 南无族 北无族的传承 其中 这个北无族的 我们就有 王重阳祖师的传承 全真道的传承 南无族 我们就有 天师 张天师 这一个 正义派的传承 所以大家要懂的 这个汇流 道统的汇流 所以说 我们在 我们这个地方 汇流完成了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 我们的宗师 雄身锦 教授 我们的空净 上人 他的传承 在我们 这是相当完整的 我只是一个 教导师 引导着大家 去修学 这样的 正义派 和这个 全真派的 慧宗 这个 很多 机要秘诀 都有 雄身锦教授 我们的空净 上人 公开 诀窍 所以成不成 是你们的事 不是师父能够帮你们成 师父领进门 修行 在个人 所以在这里 也顺便 汇报给大家一个 好消息 这个 我们这个 太上 玄灵 这个宫 宫殿的宫 要在新加坡诞生了 这个我刚才说 有宫 有官 宫殿 是你自己 内在的 黄庭 正宫 里面 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的 灵 灵殿 你自己的灵殿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 外殿 来领着大家 一起修炼 所以是这个 心 这个心 一发出去以后 这个我们 这个今天 已经签约了一个 新的房子 这个 零二零一 掌声一下 还在我们的 这个 乎比太开大 这个 两千多 比这个教室 大一点 两千多 平方米 所以是你们 要捂好你们的钱包 然后这个 然后想捐的 我们大概有五万的佛像 这个道像 道祖 各种像 像身 我们要请来 这是捐款这个部分 然后投资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房子 大概很便宜 四百三十五一方尺 基本上是 退回两年前的价格了 去年 没有疫情 双双双往上涨 涨到五百多了 因为疫情 啪又跌回来了 他要四百六 最后 便宜到四百 他不卖 四百四他不卖 最后我跟 这个 这个苏老师说 不卖拉倒 结果是 不是我己 是神明己 不知道怎么做通 他的工作了 四百三十五 他又卖 那就非他买 不可了 为什么 我们一致承诺 要建一个 道堂 祖师堂 说我们称为 太上 玄灵宫 宫殿的宫 这个 我们有一个 自己的宫殿 在那个地方 修自己的 玄之右玄 众庙之门的门 进去自己的 灵的宫殿 把自己的灵 这个没有污染的 园灵 觉醒回来 本真 把它还原回来 所以是 大概我们 七月已经签了 大概前面是 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十五六万的资金 你们看着办 别什么都让老师出 老师是个穷光蛋 你们是知道的 这个不用你们捐 就是做投资 做投资 将来这个房产 我们要迁移 最后是要迁移到 沟灯谷的 我已经看到了 雄伟的佛殿 雄伟的道官 道工 但是这个前期 我们是要在这安居的 所以将来这个房子 老师在这儿 他是真人 他就真言 真言宗 说了就算 他一定会升值的 升值了 卖了 卖了你的投资 会有回报 那你投资多少钱 我还给你多少钱 还给你增值 那个部分分给你 这都有之前的一些惯例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算上这一个 我们是买了十件了 隔壁这个第九件 那面那个什么 第十件 掌声一下 当然这不是我的功劳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你们大众 这个红道 红道的功劳 所以是这个 我们给师父们 这个降真一个道场 实际上来帮助我们 内在的这个成真的 这不是一个 只是拿来拜 是要在那边 封诵经典 这个要做早 这个真正的安 道家仪轨 送道家早课 送道家晚课 当然你们早晨也起不来 不会像我四五点钟 就过来送经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上午 上午他因为送下来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 上午十点来送 送完了给你们免费午餐 这个素食 然后下午再做晚课 没睡觉之前 我们做道家晚课 这个早晚课里面 太多宝贝了 所以这个一个月 至少你有一天来修法 那么我们建一个修法宫 不是单纯请外面的 拜拜的 拜拜的 那这里面呢 有太上圣族 三清圣族 玉皇 这个厚土皇帝气 这个你看这么 这是小尊相 这个我们是 这个普通小的道场用的 将来它是大尊的 包括这个太上 这个三清相 那么还有这个 四域里面的 这个高尘大地 紫威大地 北极大地 紫威大地 那么这些 还有我们的太岁殿 太岁殿 那么还有财神殿 这是你们最喜欢的 掌声一下 这个会中间一个供桌 旁边四个供桌 这取五行 取四相 拱为中央 是跟佛家的 这个三个 三个殿 不太一样的 所以是 里面还有一个 三观大地殿 三观殿 还有一个 太以救苦 天尊殿 太以殿 所以是会有 这么四个殿堂 和中央的主宫殿 主宫殿就是 我们这些 玉皇 还有太上 三清 座位的殿堂 所以是 刚好大家在那边可以 供堂修炼 所以是 给师分们一个家 实际上是给你的灵 按了个家 所以我们取名 太上玄灵宫 宫殿的宫 但是今天的道教 变成了宗教 这个宗教 不是道灵祖师 那个时候创立的宗教 这个宗教 已经变了味儿了 人已经不尊贵了 已经听命于鬼神 被鬼神所驱使驱赶 人失去了 自己的尊严和尊贵 人是六道中 最尊贵的生命体 人身难得 所以我们是应该 请鬼神拥护于我的 不是我听命于鬼神的 记住 所以今天的宗教 变成了鸦片 什么叫鸦片 就是你不吃就难受 吃了吧就有毒 鸦片吧 鸦片就是不吃难受 吃了有毒会伤害你 有什么毒呢 丢失自己是道体 自己是本真的 本来面目 迷失的方向 迷信鬼神 外求鬼神 弄神装鬼 这就是今天的宗教 我们看到南洋地区 还有台湾地区 香港地区 其他的华人地区 装神弄鬼 牛鬼蛇神 大家都听命于鬼神 驱逐欲无 而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自己 反本还原 成为道体 这就不是真正的圣者 所传之宗教 已经失去了宗族 失去了本真 不但佛教如是 道教相当严重 所以是中国大陆 这个进行了无损能教育 表面上看是一种邪恶 骨子里大家赞赏 为什么 牛鬼蛇神 当时在封建末期的清朝 已经充斥整个中华大帝 已经难分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在这种鱼目混珠 乱七八糟的状态下 只能先指后哄 什么意思 就是通通给我关门 管你是正的邪的 我反正我分不清 你这个牛鬼蛇神 害人害己 不让你搞下去 通通关掉 那么表面上看是一种恶 实际上是保护了 十几亿人的灵 不被邪灵所牵人 所驱使 真正的一种上善之法 这有待未来 有德之人 重新进行道祖道宗的教育 恢复正教 再次的开源 这就有赖你们这些真实修道者 自己要去求道 修道 悟道 成道 真正只有成道之人 他就不会引领大众 去走旁门左道 走邪魔外道 牛鬼蛇神的迷信之道 那么即便中国政府现在这么严厉的政策下 还有大量的乌婆神汉 所谓的各路大仙 在社会底层跃跃一时 误导全城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项 那么在大陆之外的世界各国 华人居住区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痛心的现象 大家迷信鬼神 听命鬼神 被鬼神所奴役 被鬼神所控制 使大量的人失去神志 神魂颠倒 反倒大家都不理解 为什么去弘道之人 他在道场里坐 反倒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断死绝孙 因为大家大部分看到的99%都是旁门左道 一定领一个孤寡贫妖 这四个字 说真正的正道场弘道之人 他一定是五福临门 大富大贵之人 张道陵祖师 历代以来 子孙已祭祀不绝 代代出圣贤 张三丰 张不端 这些都是肉身成圣的 所以没有断结 所以张不生也没有断结 掌声一下 再红到 有些人说师父不敢红到 为什么红到这个断死绝孙 你看那些人 他们在玩的是邪魔外道 牛鬼蛇神 我们这从来不让玩这个东西的 恢复到你是道生之德序之的 道统 这天地正气 浑然一身 天地正气 拥护于我 鬼神拥护于我 哪里会断死绝孙呢 贫妖孤寒呢 大家看到了我们越来越富贵 整个道场越来越富贵 张不生也越来越富贵 这是求富贵得富贵 求子孙得子孙 我的大儿子 这个老婆也怀孕了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也怀了个男孙 很快我就当爷爷了 所以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但是你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上 很多道庙里的人 黑不留球 段子绝孙 孤寡贫寒 家里的这个有儿女腰折 什么原因 邪门外道 被鬼神所左右 已经是 误入歧途 这种道场 不单自己害自己 还会害了来求道的人 很多有求于他们的人被附体 被鬼神愈弄 然后其理子散 身体生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真正的 在正义派和全真派的师父的引导下 去真正的去归入道统 而不是归于旁门左道 三千六百旁门 只有自修自证 自显 反本还原之道方式正统 三千六百旁门 都是旁门左道 所以大家一定在 学习道统 道家的这个基础上 认知现代宗教的毒害性 迷信 崇拜 有些人拿这个 搞个人崇拜 因为你有神通 那你就成了邪灵邪神的代言人 你被附体 所以神通宏道者 一定是邪门外道 这个真正的师父 宏道 不以神通 要么以金南大道宏道 要么以正义 守义 德义 守义法宏道 就是这两种宏道方法 都是承认你是道生 你是道种 你要觉醒 你要反本还原 不是让你崇拜 张不生这个人 不是崇拜一个宗教组织 崇拜一个公关庙宇 不是这样 这都是外在的东西 你是道 你是道种 你应该成就自己的道 成为至高无上的天人尊 成为道尊 成为天尊 天人都尊敬你 鬼神更钦佩于你 这是正统道教 所以大家要记住 正统跟旁门左道之区别 正统在于带领你反本还原 斜的旁门左道 引导你追求神通 异附于他 迷信于他 这就是外求法 所以我们的教育 一致来都是按照这个在教育的 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 这么多年的教育 有没有让你们去迷信神通 但是你如果真正是悟道之人 得道之人 成道之人 你又没有神通 你就是在欺骗大众 因为你不能请真降真 你不能跟鬼神相沟通 那你是什么成真了呀 你什么是得道了呀 所以得道之人 一使鬼神 万神 这个朝礼 拥护于你 这是真正的得道高真 所以我们在道教的道士里面 有分类 其中有一种最高级的叫高道 高 高级的高 道是道士的道 高道 高道批的是紫袍 因为他已经是正果的 但是今天不算了 今天你也可以去找个紫袍穿穿 演戏嘛 大家无所谓了 但是真正你要在这个清朝之前 你要能够穿一领紫袍的道士 那没那么容易 你要经过层层的考试 考验 降真 你能不能真把真请下来 你跟降神神真能不能来相应 驱鬼 鬼能不能被你赶跑 像你们这些都是鬼赶你们跑 那叫什么道士 这一点道气都没有 那些见鬼还怕 不但见鬼还怕 见个小墙都下着到处跑 连个昆虫都不如 那叫什么道 所以大家不要见孝 是真的自己北见了自己 你们要尊贵自己 道生之 得序之 你们是道为父 得为母 成就起来的 一个尊贵的种性 所以是这个了不起的道家 大家要知道 不要搞迷信的宗教 那么 修道的几种常见的方法 当然很多种了 道门三千六百门 对不对 很多 我们捡重要的 就是返环之道来讲 这个有得意守意法 就是自信佛法 在佛法里叫自信佛法 这个要在黄庭 见自己的不死的真人 不死的真人 从那个地方修 处处以黄庭为基点修 这个叫得意守意法 简单说 这个相关场合 我也教给你们了一些 那这个又叫太一之法 太就是太上老君的太一 甲乙丙丁的一 太一求真法 那金丹大道法 修七脉明点 这个在相关课程里 都给你们讲了 怎么修七脉明点 十二经落 七经八脉 丹道脉 这个礼脉 天脉 礼脉线 天脉线 道脉线 这些都要把它疏通 疏通以后 在三丹田里面 凝聚成光团 求得玉丹 金丹 紫金大丹 丹神化变 最后归真 内神外神 一体成人 那么再一个就是 比较对大家来说 这里面当然 这个金丹大道法里面 有人缘丹法 地缘丹法 天缘丹法 相关的这个课程中 我都给大家提示了 什么是人缘 地缘 天缘 在这里不展开讲 大家回去复习 那么还有一个 是之前没有给大家讲的 叫什么呢 科教奉颂法 科教奉颂法 那这个叫 这个在藏传佛教 叫本尊相应法 唐密 藏密里面都叫本尊相应法 我们叫本真相应 将真法 就是你提醒什么 在封诵的过程中 他就来什么 你就提醒成功 这就叫科教封诵法 那么还有俘虏同真法 烧一道福 师父就来了 这个叫俘虏同真法 还有壤其法 壤其法就拜拜 通过拜拜 把师父们拜来 这叫壤其法 那么下面我们今天的时间呢 因为明天我们要用 科教封诵法 来带领大家 这个做科教仪轨 来达到喜增怀珠的目的 因为明天是 解恶大地的圣诞 这个我们借助这个上缘 中缘 上缘是正月十五 中缘是七月十五 下缘是十月十五 这三观大地 这个级别都相当高 大地我之前给大家讲了 它是菩萨的级别 相当佛教菩萨的级别 都是成真 但是这种是自然本真 就是它不是人修炼出来的 是化身出来的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什么 亿无边 所以道光化诸位本尊 大地 这是叫自然本真 就是本自它是天然化现出来 为度众生 化身处处分 是这样出来的 那么由人而修上去的 叫大罗金仙 大罗金仙这个层次的 它原本是人 像真五大地 它是人 玉皇大地 它原本是人 那么它修炼正真 同真 然后八仙是人 全真妻子是人 这种就叫真人 仙真 它是由人成道的 由人成道 所以是这个呢 大家要懂得有不同 那么我们在封诵的过程中 为什么叫封 封就是畅念 畅念 不是念 不是我们的这个念 就是像今天的这个白话文 为什么要封诵啊 封诵 封经诵咒 方便观众 这就是白话了 要把这个文字畅诵起来 仗诵起来 待会我会试教一下 这个白云观 他这个 我整个讲完了 试教一下 你们就啪就明白了 他这个封诵早晚课的早课 几个几个环节 我再把这个讲完了 视线给你们看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是这个真正在唱诵的过程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起观 观 照法的观 所以是前面要经过什么 这个道士们在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边说边给你们演叫一下 我们看一段 看一段这个北京白云观 这是有代表性的 这个早课风从 你看你们都是没有修到过的 你们现在要干什么 三条 调声 调声 调息 把口罩拿下来 看鼻尖 听着这个音乐 再调声调息 调声 调声 调声干什么 调声入空 要把自己升空 星空 化作无量光 在无量光中 无我 尽无违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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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盛 苏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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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道门法会的时候 你的观修很重要 你有没记者 前面的当当当 你不耐烦 赶紧念啊赶紧念 念完了我好回家 那你不要念了 你回家好了 因为你念了也白念 你就是在演戏嘛 你没有真正的静默 记者 你没有前面的当当当入空 你在那念了 不如不念 浪费精气神 在演戏干什么呢 玩呢 有的人追求次数变数 不是每一座念诵到这个的时候 自己观到有为 放大 对不对 十方苏清 苏清 然后和海静默 和海静默 这是什么 你没有一个空性正见 你可以观到这个和海静默 对不对 那你只有出神入化 自己空了 你在虚空里 你看到的 我们新加坡东西南北都是海 你看到的新加坡河都是河 你在这你怎么看 所以你不练空性 你不体现一个空性正见 你送这个又没意思 没有意思 你在干什么 你在演戏 你在演戏 好说我参加早晚课了 没用 我参加法会了 没用 没用 懂不懂啊 这是什么 这是观到有为 观到有为 所以是要不要修止观呢 你这个止观力够不够啊 调呼吸 调身体 调自己的神 入虚无 晚课还要用不虚运 不虚运就是你在空里走 在云灾里面走 在云灾里面走 在云灾里面散步嘛 叫不虚 有个运调 所以大家不懂道啊 不懂道门 不懂道法 跟着气了 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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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事了 一点起观没有 那你就白修了 是不是 为什么要封诵啊 林朗 真相 十方 粗情 你来得及观吗 你没有 来不及观呢 正是他正在唱着 啥啥 琳琅 真相 你这一观 哦 琳琅 真相 你给你时间修观 所以他要封诵 封诵 你不可以这么 哎 抢时间 琳琅 正想吃饭抽筋和还静默 有的还念得很 这就完事了 因为要省时间 你这个早课要做一个半小时 我那个十五分钟我就做完了 就过去了 无论道家 佛家 耶稣基督 人家也唱诗 都是在观修 都是在指之中 没有自己里面观起观 起观 那么在起观这是第一步 我们在佛法里面学过叫皮破舍纳 就是见到 先真相降下降了 或者十海苏清了 这个我见到了 这是见到皮破舍纳 叫见识相 用真心 影线十方 这个十方通真 不是十方的海浪飘 那是假象 那是物质界的东西 你看到它的那个 海浪里面的那个体 是还不秧帕 是你入真 跟海的真相应 跟河的真相应 就是河海 都是静默的 为什么 那它都是道生的 它都是在道体 我见的是道体 不是见到海浪像 不是见到河相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什么 到后面 我们有一些先真降了以后 我们这个感觉 需要请师父们化解灾难 请师父们伸手援助 求感应 这个时候就由皮破舍纳 到了什么 三末博体 就请师父们干预因果 干预因果它不是横加干预 它是化解你的因果 和你的内神 真心相应 化解 把业障化空 化空哪有业障 本来无一物 什么 何处什么 热尘来 所以是你只有化空 才能再造 所以新造万法 这个时候从官道幽微的石像 建石像 到这个道之庙用的再造 再造 再造完了以后 最后还要什么 再来一个化空 化空 就圣也不见了 冤心债主也不见了 我也不见了 唯现于空 即空一空 就入无了 无无一空 无无一无 唯现于真 就是里面道具实相 变成了粉碎虚空 粉碎众生 无人无我 只有静明法节 只有纯德纯道 无量光明 安置在那个境界 就这整个是不是官道幽微 然后在记者里面 圣观 三部圣观 一部是什么 一部是皮菩萨那 一部是三末伯体 改变 一部是什么 化空 化空 就是入真空 妙有 这个再观 改变后的实相 无人无我 整个道体 大光明 不生不眠 入于记者 黄归以涅槃 所以整个的大家要不要小看这些 封诵之法 我们诵 《孔雀明王经》也是这样 但是有点难 为什么 是不懂 一会儿这个名字 一会儿那个名字 不懂 佛经里很多我们不懂 诵到咒语 不懂 那么 道的这个 封诵的经典 佛 这个道咒 通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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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心意什么 下功夫 心意下功夫 这就相应 所以是到底修佛法好 还是道法好 随意 你修佛法相应 OK 你修道法相应 OK 你只要心意能下上功夫 而不是坐在那昏睡 坐在那晕晕灯灯 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好 你要懂得真实意 法师真实意 诸圣真实意 那才能够相应 全凭心意下功夫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心跟意下功夫 心是正心成意 心在不在肉团 心在中丹田 中丹田的中央中 这叫正心 成意 不是自己的后天意 是没有后天意的 先天后天 二意合规 叫十意 不成无物 成子会有物 会变化 要回皇庭 这个就是成意之法 成意之后 这个正心之法 用正心 正念 所以是 在胸腔 放一道光 上去皇庭 这是走的 北斗七星的路子 看见了没有 到巨门 门 花一打开 入法界了 你不行止观 你不打开这个地方 你就是在凡间 凡夫之间 你没有入法界 没有入法界 你就是顽空 你是假的 你在演习 在从这儿 啪 这个宝月轮 可小 可大 大 进去公平 变法界都在法界里面 我从这儿入真 进去了 我的神进去了 内神和外神 那么所有的师尊们 在这个大宝月轮中 现象 叫月轮观 月轮观 所以你没有这个观道UV 你做的什么发挥 就是我明天带着大家做 最后全是一片昏睡在那 或者跟着 不懂意思 也没有意思 所以大家必须要重视 重视这些步骤 那么我们再来细讲了 重视这些步骤以后 再来细讲 所以是大家要知 为什么要封经颂咒 方便观修 这个观修的目的是 三修一化 完整一个整体 他们这个 正义派用的这个方法 太高明了 为什么 他要经过 喜增怀诸四法 清新消息 洗面一切的 对你们的障碍 增益你们的福德 增益你们的福报 这个增怀是怀爱 对这个 他后面有这个太医救苦天尊 做诗史 法界诗史 就有点像放蒙山那个样 地狱就把 就像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样子 地藏菩萨这个样子 最后是 有一段是这个 那么这个 那这就就是怀爱 怀爱 诸就是什么 杀鬼万千 什么叫杀鬼万千 都是那些邪猫来 外道 来张爱 不让讲 不爱 也不让你修 那么反复劝说 反复教话 不听 不听 诛灭者 你这个身体太邪恶了 把你诛了 诛了以后 把你的灵抄了 所以我们两次讲神 两次天黑如漆 大雷下雨 为什么 那你就没办法 这个干扰太重 因为邪魔外道 执掌这个世界太久了 他不愿意退位的 他不是愿意 你们不再迷信于他的 所以是这个都来干扰 还让你们 这个第一堂课 插在这边 师父毒死 这个把你们都毒晕了 还在那恍惧呼吸呢 第二堂课 也是大雷下雨 这个天黑如漆 对不对 所以是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真正开团讲经 真正让大家 摆脱邪灵 邪鬼 邪魔的控制 黄鬼正道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第四个法 就是诛灭着 所以你看到经中 是这个金光神咒也好 什么什么 杀鬼万千 好像你就杀得很过瘾 不灭着不行 不诛灭着 他就对人间干扰太大 你们难以承到 所以是这个整个封诵的过程中 就要完成这个清音宵夜的这么一个过程 只有清音宵夜障清净的 你封诵的过程 你的空性无我才能展现 这是修心 修心是什么 修道德心 只不过是人天福报 所以是修空性正见 那这个在空性里面 你才能见到这个河海静默 对不对 你不然空性中 你现在去坐船 跑到大海上去看大海静默 那也不静默 那个船摇来摇去的 这个字不好使 那个不静默 你看我身体还乱晃的 走到河那个地方 看着水哗哗哗的流 你看这也不静默 你看 你追求的是假象 是世间的假象 你要归到这个水在哪里流 它在道体上流 空性的明体上流 这个海放在哪里 放在空性明体上的海 海是假的 河是假的 空性明体乃是真 入真一真一切真 它就静默了 静默了 所以是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到了修心这个层次 那么修性就是你的内神都行了 跟外神什么 待会后面有封送的时候 请真 还有这个进口 进口神咒 那就是口神叫什么 舌神叫什么 这个耻神叫什么 是不是要请你的内神 你们能送这个黄庭内经经 对不对 在这儿就是要这个进口真言 进身真言 进什么 这些都是请你的内神 所以是神修 不是你张五圣肉体在修着 肉体只是个载体 把神给载来了 神给 你这肉体就是个汽车 把那所有的神拉到这个 讲堂来了 就这么回事 不是你的肉体之修 是神修 所以是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修性 修性 修性体这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同步 你是什么 气了哐当 气了哐当 然后自己也在呢 这么这个诵念 唱诵 然后一唱诵 五脏音 斗来咪发烧 这个工伤脚之语 一动 一动 五脏光都动了 五脏光一动 五脏气都动了 五脏气一动 五脏神都清明了 是不是精细神都在练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练命 同屏公斩 气脉大开 这个三个丹田的脉轮都开 空腔都开 大门都开 天门开 地户永毙 这些都完成了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这是什么 封诵 封诵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是你自己在打坐 练气脉 聚灵法 七星灯法 你有没有清新消夜 没有 你有没有修自己的性 没有 你只是在练命气脉 所以是你修心了 没有 也没有修心 修心没有 修心 清新消夜没有 你只练命 是不是 这个时候是在原始的时期 师父讲过 就是以手衣 得以手衣法为主 你看 就一体全部包容在内了 封诵法 高域近淡法 但是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演戏 就像你们刚才 我就看你们摇头晃脑 手印 烂解 完蛋 一看你就入假 入假 你根本就没有进去那个 真的境里面 你没有跟那个 人家的唱颂相应 入真 所以这样搞下去 你的阴神搞一辈子也不成功 不成功 因为这个时候就避免你的阴神起来作祟 所以是你就要跟着唱颂 跟着唱颂 跟着唱颂同步入关 明白了吗 所以不可以在那又打手势 又闭着眼睛 又在那干什么 有的人还昏昏欲睡 这就完蛋了 你这根本没有真修啊 所以是 这个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个你听 当 然后哐 当 哐 这干什么 提醒你 调神啊 调心啊 调息啊 调神啊 试试苏力啊 形体要单振啊 战如松 坐如钟啊 把你的学的功课用上去 一样在那瞎胡闹啊 所以是有些人不耐烦听 你早些开诵吧 直接我们拉到那个开始诵念好了 我跟着当当当当念 念完了交差 回家了 今天做了功课了 完事了 哦 你修的什么东西啊 你修清静 你修了烦恼啊 那你就不要来嘛 来这面很烦恼 不要来啊 来这带着空性走了 带着光明走了 带着喜悦走了 OK 来呀 对不对 你在道中 enjoy到 享受到 出去分享到 你就是道士嘛 你结果送了经很烦恼 哎呀浪费我时间 又少赚一百万 这个我这个 要跟家人吃饭也耽搁了 什么事都耽搁 你看你来干什么 你来找烦恼 不要来 你不是真正要成道的人 你不想成道 你还想当凡夫 继续当凡夫 再去轮回几个世纪再说 你们已经迷失了八千年了 八千年 今天找一道门 八千年 今天找一道法 得意守意之方法 你还不好好来封送 还好好的来参加法会嘛 所以是这里面 要入清净无为 常清常净 常清经义 入无为大道 圣然在送 自己没有自己 前面把自己空了嘛 正是在这个无为大道里面 才无不为 你的喜增怀珠 你所有的愿望都就实现了 不求而得啊 因为你是道体了 你跟道经被他词化了 被他光化了 所以是做完法会 喜悦得不得了 法喜充满嘛 而不是烦恼得不得了 哎哟累死我了 哎哟啊 这个浪费时间 所以是 这个 你只要入了无为大道什么 天地西节归啊 哪里会累啊 你法喜充满 能量充满啊 天地西节归满在无为里面 说生从黄庭出 阴生从黄庭出 这个看从黄庭看 听从黄庭听 不听着一耳 听着一心 不看着一眼 看着一心 说是 明天我们做法会放大屏幕 你要看着颂 看着颂 观着颂 啊 观着颂 而不是昏睡着 在那个地方 完成真格 所以说我们目的是什么 醒内神 通过调身 调膝 调神 把内心 内神醒起来 然后招请外神 同步地练 精气神 夜气光阴 同频共振 共修 这是封颂 然后既之无为 圣观妙有 三观 显圣 也叫圣显 第二改造它 圣造 第三圣无 把圣也要空掉 无圣 无我 无众生 就是 你以相求我 是人行且道 人无我什么 法无我 没有受者相 没有众生相 没有人相 没有法相 所以是 人我法我 圣空生 封颂十字 翘诀 就是 有一个翘诀 翘门啊 诀是真诀 是传给你们 要存思想念 真灵下盼 空无 这是十个字 很简单 记住这 每一次封颂的时候 都要对照着它 念一下 我有没有存 有没有思 有没有想 有没有念 有没有真 有没有灵 真了以后 一定灵了 天灵灵 地灵灵 对不对 神明自灵灵 你请到这个 观音大圣 你请到了这个 三千圣祖 那你还不是 有愿都成 你请了 他以救苦天真 把你的九族都超生啊 那还不灵啊 对不对 你没请到 没请到不行啊 他就不灵啊 那真没有来啊 真那个字 你没有好好修啊 下是什么 这个待会儿 一个个字给你讲 所以我们来看存入 直接讲奉颂 实俏诀 然后存 存入 存入就像你们 电脑上 往里存了一个软件 要当罗 对不对 要存入 存入 存的时候 怎么存 是不是 心在黄庭 存在黄庭 你不是存在大脑里面 这个要用左右眼睛 这个谁来指挥 左右眼睛跟中眼 心 黄庭 一道真光 上双眼 上天目 啪叉 存 要存太上 咱们这有太上像 要存 这个 三观大地 存这个 三观大地 像 左眼右眼 啪叉 星光 一透 啪叉 一拍 然后一翻眼球 啪叉 一存 浓存光点 啪叉 一放 放到黄庭 是不是就存入了 这个过程要不要做 要做 你请三观大地 你没有存入 你请的谁啊 你三观大地都不知道你要请他 你请的谁啊 这个必须 这个存在黄庭 取在黄庭 三眼取静 存入黄庭 刚才已经教你了 这个存自觉很重要 什么叫存想法呀 你现在要学 你不存入 你这个心上成不了像 说是 这个在我们明天用的仪轨 叫三元水颤经 我回头今天晚上会发给大家 因为我还要简单地增议一些东西 三元水颤经 那么这是道家著名的三观大地 这个颤法 颤法相当灵验 这基本上是喜增怀诸四法都在里面 这是道家的宝 道家的宝 所以是一注真香本自然 你这个燃焚新鲜在哪 黄庭炉内 气相言 什么意思 在哪啊 你真心在哪 真心 里面心 心里面就是真心是光嘛 光中化佛 光中化菩萨 光中化诸仙 光中化诸神 光中化个香 有什么难呢 是不是要在黄庭存香的样子 然后存黄庭炉内 气相言 在黄庭里面 不是大脑里面 气相言 这就一语道破 修法从哪儿修 这就是他的得意手艺法的殊胜的地方 都是从黄庭 黄庭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存 第二个是思 思是之前交给大家了 左思什么 右下 你这个里面 黄庭里存了多少了 太上圣族也在里面 三清圣族也在里面 三观大地也在里面 那你现在坐三元 慈悲水颤 你要请谁出来啊 你要请三观大地 请三观大地 你就不是请太上老君 你就要调取 调取资料 打开文档 搜 在哪儿 第几个文档 啪 一取出来 这个靠什么 思 思 这个思是什么 这个心思定位 定位 这个真心在黄庭 启动思 启动思 它的作用力在哪儿呢 在中丹田 中丹田 所以上面一个田字 看见没有 所以是心思缜密 心是心 思是思 思在中丹田 这里面有丹远 守灵 它看守着灵 灵里的东西 它可以去拿 叫守灵 守护灵 守灵 所以它从里面可以调档案出来 这个心有所思 所思在心神 位置在淡中血内一寸之心中 乃是真心在中丹田的作用 不是它自己有作用 它只是守灵 守护灵 是灵里面的东西 提出来 存在里面 把它拿出来 所以是真心里存入的影像 在心中的投影 在思的中丹田 由丹圆把它取出来 定位 我要三观大地 出来三观大地的影像 然后 这个 要通过思 左思右想 来搜寻 三观大地长什么样 帽子什么样 衣服什么样 他们都穿的什么袍子 颜色 然后 脚下是什么 坐的什么坐 一个一个的 存存思想 然后出来了 存思掉起来 这个就是三观大地 跟太上老君长的不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死 这就是死 那么最后定位了 说是 用了田字 心上之田 这个田在心的上面 真心在黄庭 心的上面 是不是一个田 下面有个心 说是中丹田 中丹田在这个 北斗七星里面 它是属于贪狼 这个贪慕狼 贪慕狼属木 这个如果你不去调圣针 你就是贪婪的 嗔恨的 贪神吃一满的 这是凡夫心 凡夫心 它是跟狼一样的 这是叫狼心什么 狗飞 你知道这个词怎么来的 贪慕狼 就是你太贪了 那个狼就很贪婪了 这个其他的 你像老虎狮子 它抓猎物 它是吃了就算了 狼是咬死可以不吃 这是贪的无言 一个一个都给它咬死 咬死它吃其中一个 那些都被它害死 所以这个叫贪慕狼 这个阴性的贪心也在这 但是你贪有个功能 就是可以由它去取胜 这个叫正善语 取胜之后送到哪里 送到门里面去 所以是这个要拒门 所以之前教给你们 从这可以入 从这也可以什么 出 而不需要从后脑勺调过来 或者中脉调过来 而直接从这投影 从这个贪慕狼这个地方 投影出去 在巨门 宝月轮 月轮观里面显像 这一显像就是响字 心上成像 我请三观大帝 三观大帝在这什么 成像 说是在宝月轮中 映现新的投影 也还是黄庭里的 原来存在这的吗 由他投影出去的 一旦心思有所得 既在宝月轮中成像 也就是月轮里的观 虽然在月轮中显现 源头还是来自 黄庭真心里的投影 所以记住 处处不可以离真心 离开真心 你就进了左思右想 处处回归本源 源在黄庭 不死明点 这是定位 把自己的真心 为天地立心 立在这 处处都是这投影出去的 这是想 想自觉 念 念是什么 定位不动 念住 念念不忘 我既然这个三观大地显向了 我不要转念又是什么 又是太义真人 这一转念就跑了 是念住 当下心 安止就要念 这一念住 念念不忘 记忆显现 念念不忘 念 在哪里能念得住 上丹田 宁显宫 把他请到宁显宫去 上座 上座三个 他就不跑了 不跑了 那么请起安住 如入不动 但是虽然如入不动 他的源头来自哪 源头还是黄庭 还是黄庭 因为真心在作用 不是你的大脑在作用 这个时候 所以说 为什么没有左思右想的事 左思右想 直在思的那个过程 心动的时候 我要去取向 这个时候起作用 其他时间 不允许起作用 全凭心意下功夫 其他的时候 没有他的事 都是真心真意的作用 这个是什么 这个如入不动 源头还是黄庭 这整个过程 都是你什么 都是你的 过去的影像 的展现 这是不是真的 三观大帝来了 不是 记住 都是过去的 尘 尘土的尘 原尘影像 原尘影像 这个都到没到真的 这个时候 怎么样才能真 你们大部分人学过 本尊法 是不是 要学会一招 打开天路 送出去 就是眼睛 闭着 在尼丸宫 放一束光 眼珠子 通过这个光 通过百慧 看出去 你们试着 闭着眼睛 要练这个功夫 不是大脑 是左右交叉 在尼丸 在尼丸 一束光 啪 一道闪电 炸开 头顶 百慧 然后 啪 到一针法界 把你 尼王宫的真主人 你这个 这个 凡尘影像 送出去 一个明点 就成一个明点 啪 送出去 送出去 到空中 啪 一个莲花打开 或是三朵莲花打开 这个 这个天地水 三观大地 在虚空城下 到虚空城下 一旦虚空一成像以后 这在法界 所以是 法界的三观大地 是实有的本真 这是不是你画的 是早都古有的天真 自然大地 所以是 这个时候 这个护法神 传法神 然后就告知三观大地 三观大地分灵入你的影像身 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 分灵一进去以后 已经有灵了 所以是 啪 成真的 化神成就了 化神成就了 就大方光明 此光明 上主天 下主地 中通万有 近虚空 变法界 一切众生 三千个大千世界众生 都受光明 照耀 普遍 光 光度 都得利益 称赞 然后欢喜 公养 这个过程 这是什么 这就叫 信息 反观上世 在里面 反观上世 本真相应 从顶门 开天门 用内视之神光 打开天路 信息向上 反还天真 誓言成真 虚空本真来相应 与信念之真 相合成一 黄庭中的心本真 与虚空中的真正本真相应 信向世成 亲见本真 这个佛法叫亲见如来 大方光明 这个时候下一个字叫灵 这个灵字是什么呢 灵字是真线灵印 就是真的三观大地到了 就灵了 所以是光照十方 一旦本真相应 信向世成了 本真大方光明 普照十方 外法界所有众生 普备圣德之光明 业障顿笑 此乃自法身之功用 这是乃自法身 本真的功用 本真的功用 它本有这个功能 本有这个喜增怀珠 满足众生 种种求 习令满足的 这个大能耐 完成习增怀珠的 这个方法 然后下一个字呢 这个时候只是 外面已经是无量光 但是内深场里面 还危险光来 光显 因此浓缩成明点之光 从天安门 百会 入内 然后在内 放光 度内众生 这个我们身内呢 有八万四千众生 实际上是有 你的细胞 是无量的细胞 所以是 有无量众生 那么这无量众生 你只有都成真的 这些神 无论阴神 阳神都成真的 然后你才肉身成真 否则细胞里面还有 这个未成真的众生 你就不能够说 你肉身成生了 你不可能说 今生成就了 肉身成就了 你只能再来 或者是 完成菩萨道德修行 这个去极功雷德 最后 所有体内众生 都度尽了 体外众生 只有体内众生 都度尽 体外众生 和你有缘的 才能都度尽 内外大成 你才一体成真 才能说是 报神成就 这个时候 他从顶门 入内 灵了之后 从顶门 浓缩成一个明点 顶门下来 内外一体 从顶上下来 现在颅脑腔 啪放光 原始天尊 这是你的本真 在内显现 这为什么 直接叫得一守一 一就是真 不假 直接现的是 原始天尊下 不是圣神下 然后降到胸腔的时候 这一束光 啪一现 灵宝天尊 再往下一现 到下腹腔 下丹田 现出的是 道德天尊 道德天尊 主张你的神 道德天尊 叫神宝君 主张你的神 原神 修炼 这个胸腔 灵宝天尊 主之气 也叫御神修炼 颅脑腔 是原始天尊 主之经的修炼 是颠倒的 我们这个 原始最开始的 就是天一生水 就是经啊 最开始生的是经啊 后面才化的气 后面才化的神啊 才有万神 在这个虚空间 我们体内才有万神啊 所以这是 太上一气化三清 一个明点 太上一气 啪下来化三清 这是手一 得一手一法 跟这个单道法不同 单道你先要练 原欲圣三神 从下往上修 这是从上往下修 直接借外神之力 一真之力 使你体内的众神成真 众神成真 所以这个法试出来很久 然后后来才有 秦丹法的 这个逆补它的这个不足 所以是这个时候 太上老君三清圣祖 所以是你以为拜神是干什么 是他们本身是本真 所以是来帮助你的神 还成本尊 不是去拜他 所以是这个上中下 入内三界 然后众神朝礼 三清圣祖 原始天尊 领宝天 道德 分居三丹田 内圣外王 这个时候体内众神怎么样 都归佛 归顺约 这个三 三圣祖 三清 所以说万神什么 朝礼于三清 体内众神 众生笔现 拱卫听法 这个时候三清干什么呢 固盼的盼字 这个叫真灵下盼嘛 真灵下盼 说盼字是叫固盼生辉 一看那边就放光 一看正面就放光 只要他眼睛扫过的地方 都生光明 叫固盼生辉 扑渡众生 在内 在内 说三清 己诸化神 在光中 一一化现 这个原始天尊 化太义真人 化这个 我们的这个 天地水三观 天观管着颅脑腔 这个地观管着胸腔 这个下腹腔 水观管着你胸腔 你看 这个你以为是 古人为什么搞出这些名字 都是化现来帮助你 内在众生一体成真 天地相合 有水才生众生 是不是 三观入体内 也在三个丹田 将来俘虏兽星 讲到他的时候 也是在体内应三丹田 这个台心 三台也是应的三丹田 以前跟你们讲这个七星 七星这个北斗七星经的时候 也讲过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古圣先贤 他不骗人的 都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的 他把它彰显出来了 所以不是在外面拜三丹 拜什么 拜什么 拜来要入内 要过半生灰 才能度内世界的众生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化身无量呢 体内的众生 当以什么身得度之 就献什么身而度化之 下腹腔就献地狱神 对吧 胸腔就献万物神 颅脑腔就献天人神 当以什么身得度之而度化之 事故有种种尊者以化现 上故下判 上是诸真 下是体内外诸神 乃是神修不是人修 神都成真了 灵得解脱 肉身方可 整体成生 内三丹田 三神成三清 五脏六腑等全部都成真 这个五成五真人 此乃化身之功应 前面讲了化身之功用 这里讲化身之功用 最后成就你的抱身 自体成真 所以这个过程 整个化化化化 都化现都在度 度佗了以后 进去深空 你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深空 这个必须是 这个上故下判 故判生辉 化身无量 内外度众生 这个时候你的深空 星空 神空 内外神明都成光明深了 所以是深 神空了 神空了 你的深空自然展现 因为没有神 这个叫庄子说 漠然无魂了 无魂了 魂破神都不见了 然后违现于光明 这是深空 深空了 下一步 你体内的连细胞神 每个细胞神都空了 你的身自然空了 光明深你就得了 这是如是真空显现 粉碎虚空 你的身体也和虚空和道 遇到何真 所以最后是无 这个时候没有人 没有我 大道光明 三者既物 无无亦无 无无既无 违现于空 乃是真空 既得真空 妙有 无穷 处处化现 处处分身 度尽众生 始于大道 无分 无别 到此方是 报身成就 所以借着一个法慧仪轨 你再修什么 修三身成就 借着一个法慧仪轨 你再修喜增怀主 借着一个法慧仪轨 你再修三修仪化 是不是很殊胜 所以是大家忽略了这个封颂 存思想念 真灵下判空母 这是十字真觉 十字真觉 所以大家看这十字真觉 是不是今天 在封颂经典 你们经常诵得道经 诵什么 有没意境出来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没有封颂 没有器官 没有把道 可道也 非横道也 啪 境界展出来 明可明也 非横明也 没有把那个境界展现出来 故横无也 予以观其庙 横游也 予以观其所教 那个境界 对不对 庙有的境界 无的空性的境界 你又没切入 没有切入 没封颂成功 真封颂成功了 就封颂一部五千言 那了不得 对不对 故横无 那你能不能空啊 没有了吧 你是不是 哎呦我张不生还在念 故横无 对不对 横有啊 我就有一个张不生 不是啊 那是妙有 妙有你也没有 没有里面的有 这就是妙有啊 然后知道万物之所丛生 你观其教 教就是它的相应 原来这样才会生 心造万法 就是你 没有那个意境 你有那个意境 你封颂不成功 为什么不成功 你没有请老子 住在自己的心间 太上心头左 你没请得动太上 太上变成你的心了 那个经是他写的呀 那你哪里会不懂啊 所以你张不生在那诵经 诵老子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懂 你把张不生没有了 老子在诵老子的东西 他哪里不懂 窍诀 你没有这些窍诀 你诵什么经 都是在演习 都是在演习 所以前面 大家要好好修指观 修这十字真言 都是方法 刚才我都教给你们了 所以是 那么 这个 在修中 普度众生 这个内外的众生 功德圆满 方可成就 那么 拿入早晚课诵 将来的早晚课诵 都要用十字真言来诵 所以大家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 视频 我们往后拉一个 有神的部分 大家这个 你看 你看这个 傻鬼万千 你的道威起来 没有 不是你真正 傻鬼 是吓唬鬼 傻鬼的意思 在这个 道家里面 他有 镇住的意思 就是 这个 杀 有个威杀 这个 你的道威 一起来 有 他们就不敢了 为什么 战战经 下一步 就是不听话 斩了 就是诸法 这是镇住他呢 又叫下鬼 又叫杀鬼 那你送到这儿的 却写 延年 然后 暗行五月 五月是什么 东西南北中 五方山 不要说中国的五月 不是 是你所在的 东西南北中 五方山 山岳 山岳里面都有 山神龙神 暗行五月 是寻行 你在这里 怎么寻行五月 神 都是你的神友 所以是 八海之文 东西南北中 东北 西北 东南西南 是不是 八海之文 这个时候 你的 就是你的境界 你的意境 你不要光送这些文字 就是奇观 奇观不是在大脑里面 是在这个什么 宝月轮里面 插一线 然后 啪 顶上一出 啪 往下一弄 自己一空 然后 自己就在空空如也里面 没有张不正 没有法界 这个时候 暗行五月 你就啪 下面就下室五月 这个时候 八海之文 你啪 你就是 同时在八海里面 跟八大龙王 海龙王 这些海神 众神 去相应 所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很重要 风送的境界很重要 明天我们用三元水颤 里面很多颤 就是同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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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罪业 罪业 那你 讲出 对实际上你是错了 怎么错了 你没有出离心就是错 你不想出离 你还想做人 错了 这是六道种子 你没有菩提心错了 你只想帮你爹娘 你没想度他的灵魂 去极乐世界 错了 出离心没有生气 你只想帮自己的哥哥姐姐妹妹 帮他的生活 解决生活问题 你错了 你要救他的灵 不要再六道轮回 这是菩提心 出离心之上的菩提心 菩提心里面 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没有自己今生的父母 为什么 度如母众生 我有过去七世父母 我久远节来的 无数的父母 都在六道轮回 有的还是做狗身 有的做恶鬼身 有的做地狱身 多痛苦 想起来就 自己好像自己在那个地狱里一样 就是赶紧起来 诵经 诵咒 超度他们 就不能睡烂觉 不能得国且国 所以不是度金氏的父母 你就是笑道 大笑 度五十节 如母众生 并且要度六道众生 六道父母 我看挺好 有一个你们的师兄弟发现 度六道横死众生 对我们之间 度横死众生 就像人死了多少 你人死多少 上次这个荷兰的一个师兄 他们两个夫妻 说师父啊 你这个我们要请一些金银纸 在荷兰这时候 这个荷兰著名的 这个金鸡之助 就是杀牛呀 杀鸡呀 所以是这个众生 比这些 比些就是 温病死的 比冠病死的众生多了去了 每天 这不知道多少亿 无数亿 对呀 度六道横死 度六 所以你们赞助一下 支持一下 当然我们目前也只在 徒弟群里 他发起这么一个激情 工作人员 跟他甩到公众群里 大家都给大家一个机会 而大家要知道 你的心太狭隘了 你没有广大圆满 你就有障碍 只有广大圆满 才能无碍 所以大悲 大慈大悲 大圣大怨 是慈无量 喜无量 悲无量 舍无量 慈悲喜舍都无量 死无量行 哪里可指导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自己的孩子 台湾前两天 一个圣众被我骂 一个信众骂 他的身体已经坏得差不多不行了 一问就是师父啊 你看看我再点几盏灯 你再教我一个什么方法 让我快点好起来 我快点好起来 我就能修道 我说是 你这个人 就是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学生 我是怎么教你们 我是教你现在不怕死 先修道 勇往至前 把冤金这主超度走 你的心广大圆满 发大悲心 发大菩提心 度一切众生 你度一切众生 你这个命还有用 你自私自利 人家都快拿走你的命了 还想着自己多活几年 你是不是自私自利啊 那不是因果要你的命吗 你不去清音宵夜 你让师父当你的保镖 当你的打手 愿你债座来讨你的命 我请师父来打 因为我听你的话 多点了五盏灯 因为我捐了一百块钱给你 你就把我收买了 我就变成黑社会老大了 天天到你家里看门 那个冤金债主来了 拿这个打身边把人打跑 那我不成了邪魔外道了 所以这种心态极其恶劣 拜一个师父就请他当保镖 你付得起那个保镖费吗 我是来度众生的 我有这么多事 你给我耽搁了 后来我就说 有没事 有没事 给我挂电话 烦死了 师父还没吃饭呢 他可能在这气死了 我也不知道 自私自利 每天一想 我的病 我的工作 我的家人 我的亲朋好友 我的兄弟姐妹 这个我自去不掉 你这辈子完蛋 没有想到众生 没得想到普罗大众 没有想到六道如母众生 修得哪门的道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这个邪魔得逞 把大家变得自私自利 不顾众生 不顾法界苦难众生 都是求自己 求自己 我的财富多一点 我的身体健康一点 我的地位高一点 我的收入高一点 什么都是我的我的 所以这种心态 就是堕落的心态 就是你要在六道中 继续轮回的心态 所以我们度如母友情 我要救自己的亲朋好友 救自己的兄弟 救自己的父母 我做功德回向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肉身解脱之后 得解脱 去极乐世界 诸圣净土 这个极乐世界很多 他一救苦天尊 就有一个极乐世界 诸圣 这个所有的菩萨 登地菩萨 都有一个极乐世界 所有的大楼金仙 都有一个极乐世界 你都可以去往生 都可以去移植 所以大家在做法会 明天我们就是书圣的 三观大底 宝颤 三元水颤 整个的一个书圣的法会 那么道门的法会 和佛门的不太一样 就是你比较容易相应 你根据我今天讲的这个十字诀 你要起观 起观不是脑袋动 是心 啪 投影 心 啪 投影 这个叫心 心 是吧 相应 心 心 相应 不是脑袋 脑袋起不起用 起用 丝 丝无邪 一定要启动自己的丝 不要去掉那个邪的念起来 而是思 这个诸善念 诸善念 叫思无邪嘛 只要启动思 八识里面 我就启动的 善念 诸恶不作 从念上诸恶不作 众善什么 奉行 责善固执 这个就是思无邪 起善念 思无邪 这个 请诸真 这个所有的 我们这个 谭诚已经不是好了 待会儿大家可以 好好地前来 上上香 礼敬一下 如果是 这个香炉 装香不多 你们就拜一拜 礼敬一下 跟他们对对眼 对对眼 对对眼 这个牌位上也好 这个 这个谭诚上供的也好 后面的这个 更是我们明天的主角 大家不要看不起 一个水观大地 有些人 水观大地算什么 我经常地赞颤 慈悲水颤 你看你有高下之心 这就没有入不二 这个在我们传统上 三观大地 大地都是菩萨 往上的级别 上面就是天尊 所以他不是个小官 不是个小的这个小喽 一个小官 它是殊胜的 它是在 它是属于先天道体 它不是人修成的 是道化现的 是原始天尊化现的 将来你们 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 这个 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接下来 我们抽空 我就讲道的东西 给你们听 这包括诸经 太医救苦经 三观大地经 什么这些 太上感应片 我就把这个 咱们免费开 免费开 免费开呢 就是 这个做一个普及知识 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经里面的 史相义是什么 然后让大家都去相应 相应 把这个 从八千年的根上 把这些东西修复回来 所以很多人 我看这几天没动静 为什么 不想参加这个下园 这个解恶 恶是恶难 是这个灾难 是各种各样的灾难 你们这个 学北斗真经 里面有什么 三灾难 四恶难 五行恶 四杀恶 五行恶 六除恶 恶是恶难的恶 是灾难的意思 夫妻恶 什么财富恶 疾病恶 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也好 书面也好 特别重视下园节 这个水观大地 结恶 就是把所有的灾难 恶难 都化解 都化解 通过拜颤 自己忏悔 再请朱真将 在自己这儿将 一道光 一道光 我们这个 一个保号 保告 来看一下 好 这个叫 礼拜玉皇 赦罪 大天尊 玄穷 高上帝 这是谁呀 这是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在这儿 这个是帝母 这个后土皇帝契 前面是斗母 这个斗母跟这个黄土后地 这个后土皇帝契 它有什么不同呢 它拿龙头拐杖 那个是拿圣旨 这个不要把它当成王母娘娘 这是四玉 我们这前面供着四玉 这个玉皇 这个后土 这一天一地 然后加上构臣大帝 这个紫微大帝 这是四玉 这是道家 除了三清最高的 这个天尊 天尊 那么这边是太义旧古天尊 也是原始天尊化现 这个 骑九头狮子 然后专门做这个超度的 亡灵得超度 还有施食 施食 就相当于我们佛家放烟口的 这个明天我们都有这些衣鬼 都是很殊胜 所以是 那么礼拜玉皇赦罪大天尊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们是不是就这样唱就完事了 所以是你的心 你的黄瓶啪 玉皇什么样子 是不是啪 到心间 心间啪 到这个眉间 到这个宝月轮 宝月轮里面影像 大天尊的 做这个圣座的影像 下一步干什么 啪 往霓王宫念住它 再啪 打开天门送出去 再啪怎么样 天尊 本真和这个 事具尊相应 啪 成真的 灵了 灵了就放大光明 照耀发现 这一句 为什么要唱着念 你整个要完成这些过程啊 最后在下盼 真灵下盼 啪 从顶门回来 玉皇大天尊 在卢脑墙 顾盼生辉 放大光明 啪到胸墙 顾盼生辉 到下腹墙 顾盼生辉 再到回到胸墙 啪 无声 大光明 这一句就念完了 明白了吗 试试好不好 你们体验一下 不要只是礼拜玉皇设罪 大天尊全穷 高上帝 完事了 你来不及观的 我刚才教的你的十字诀 在这一句里面都要用上了 第一个是什么 十字诀我教的第一个是什么 存 你们通过什么存 看这就有 存入 左眼右眼 啪 空性里面存入 有没有 存 存完了以后再怎么样 撕 对不对 送到哪 你存了要送到黄庭 黄庭这个时候 玉皇大天尊 礼拜玉皇设罪 大天尊唱着的时候 玉皇长什么样 啪 投影出来 啪到 这都很简单的过程 啪啪啪就是几秒完成的 你不要在那一步一步的观 这只是窍诀 你要掌握着 怎么在天幕 宝月轮的险 怎么从 到尼湾宫 怎么从尼湾宫上去 怎么在上面 成真 成圣 圣真和一不二 放大光明 领起来 然后再怎么下来 下来在三丹田 怎么顾盼生辉 下盼 真灵 下盼 明白了吗 然后真灵下盼以后 然后顾盼生辉 最后放大光明 空 化空 三个丹田都光明化空 回到黄庭 啪 再化空 一片大光明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 礼拜玉皇 赦罪 大天尊 玄穷 高尚 地 完事 直到放大光明 才完事 才拜完 明白了吗 所以这就是封送 俏诀 这是每一个 这个拜 师尊的时候 都是拜 这十个步骤 后拜 存 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存 明天就直接撕 掉 往外掉就行 明白吗 所以这个不必要说明天再来存 待会工作人员可以把它存的工作 帮助一下网上的圣状 这个下面至心归命里是 观修谁呢 观修这个道德天尊 前面这个念诵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他的功德 也就是我们在佛教修本尊的时候 你还要观他的这个净 除了他本尊 他还有一些功德还 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我们叫这个十报 十报的这个十报土 十报土里他的宫殿什么样 有多少随从众什么 这是在佛家本尊中 他是这样观的 那么道家他是重点讲他的居住在什么地方 然后有什么功德 那最后称念他的圣孩 所以这整个过程中 你都要存私 然后念 然后这个想念 然后这个真灵下判 这个空无 这是十个字 所以整个的过程中 最后到最后念他的宝告完成之后 空掉 空掉 空掉你好 再来下一个 你不空这边执着了 你这边下一个就不能再起行了 所以你们修这个好了 好吧 玉皇这个我们过去 我们现在是大家观三星圣族里面的下一步是道德天尊 这个又叫这个跟太上老君 他是有响应这样来在讲 就是这个道德天尊 自信归命令 好 大家注意 存了没有 存了啊 存了以后 这个进去黄庭 念真 为什么只观一定要回到大脑中央 然后存入黄庭 然后思 起心思念 思想成像 在这个时候在哪 在宝月轮中已经呈现了 呈现了 呈现了以后 这个时候宝月轮中除了这个本真之外 还有他的所居境 就是他的依报世界 还有他的功德海 所以是那么 待会儿呢 这个他唱颂的时候这些 一打包 打包进去黄庭公 念念著 然后最后送出帖 在虚空 跟本真相应 然后再下盼 最后卢脑枪 胸枪 下探天 帮你 顾盼生辉之后 啪 最后在黄庭中间 结空 配合着他 整个完成 所以大家要睁眼睛 这个睁眼睛 用宝月轮 关 关 关着你要 跟着唱颂 太后 了 没有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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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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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从前看 从前而开之传誓 宝宝一同之伴起 花心经过 主道德漫不见人 祝我敬价 因为丁永久无数 祂在台上 大乘大死 台上草剑草剑草剑草 主下 安兴荣 长阳 百海海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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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